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9年的2月真的是股市惊魂的2月 对很多投资人来讲 包括个人来讲 恐怕会留下终身的记忆 因为整个2月发生了太多历史事件了 我讲股市的历史事件 第一个2月3号 台股出现了史上最大的跌点 将近700点的一根日K棒的长黑棒 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天 而且是一个开红盘的一天 也就是说农历新春开红盘的第一天 就给你来搞这样的飞机 这个真的是从来没看过的行情 结果就在2月即将要结束之前 大家觉得应该平安无事了 就没有想到 美国给你搞一个大飞机了 美国股市既然 道琼工业指数出现了连5跌的行情 这个连5跌不讲 尤其是美股的本周的周二周三周四 这个三个交易日 你可以看到它的跌点有多惊人 一个是1031点的跌点 然后再加上一个将近900点的跌点 再加上这个最新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周四的这个跌点 而是达到了123点的跌点 这个连续光这三个交易日 这个跌点就超过了2000点 这也是创了史上的记录了 就美国股市从来没有出现过 道琼100多年的历史 没有出现过 连续两个交易日 这个跌点都在800点以上的 never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你说这个2020年的2月 是不是股市非常难熬的一个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月份 加全指数整个月 我做了统计 整个2月份加全指 是下跌了202点 跌了1.77的幅度 整个2月份跌了202点 那贵买指呢 整个2月份呢 是上涨了0.13% 算还好 贵买指还能涨 但是你可以看到2月份的最后一周啊 也就本周啊 哇 那个跌点就大了 加全指啊 跌了394点 跌幅是2.3.37% 贵买指呢 这个这个礼拜 2月的最后一周呢 整个跌幅呢 是3.96% 这个贵买将近4% 加全呢 3%多 所以说 也就是说2月份的最后一周 反而跌是有加重啊 这当然受到美国盘的影响 好吧 这个2月份已经过完了啊 我们当然期待3月份好 可以出现比较好的行情了啊 那有这样的机会吗 以及 如果反弹行情会来的话啊 那我们该注意什么样的产业趋势跟方向 我们赶快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王惠慈分析师 王老师您好 王老师 晚安 好 这个2月份真的是一个超级震撼行情啊 2月份整个行情已经过了啊 那王老师3月份我们怎么展望呢 对 因为2月份行情真的是非常的惊悚 而且的话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么本来是比较稳定下来了 但是美股因为在最后几天的时候 跌幅是颇大的啊 然后的话那当然因为美股 呃之前涨的也比较多嘛 所以拉回来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所以这个礼拜这个月来讲的话 就是说2月份的话 嗯大家反映了很多这个心里面的离空 然后还有疫情的一些状况 好 但2月份先跌的话 其实就把3月的空间呢 就预留出来了 好 那么因为3月其实 我认为在3月的月初 其实有蛮大转折的机会 这一个来讲就是说 呃 当然大家知道2月的营收不好嘛 那2月营收不好 在3月初就陆续会公布 所以事实上2月营收出来 应该就是短线上的一个 嗯 很可能会利空出境 因为2月营收不好 但是接下来的3月份的营收是好的 好 所以就是说呢 那么最后这个利空 大概在3月初出来之后 那么接下来大家在展望3月份的时候 那就有很多股票就是营收会有比较大的成长 所以的话因为指数第一个在低档 那也打了两只脚出来 那当然短线上面 呃还是会有一些消息面上的震荡 不过基本上到低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嗯 这个礼拜的最后尾巴的时候 其实成交量也出来了 哦 很大 对 也出来了 那么其实在跌到跌市的时候 在尾巴出量是好事 就是说 换手量吗 对 因为它必定要经过大量的恐慌性的换手 就跟我们第一只脚在打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出大量之后 再来一个 再跌一天之后就收下一件 所以的话呢 那么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大量反而是一个好事 因为有些恐慌性的卖压 那恐慌性的卖压是这样 就是说 短线上它会让这个行情看起来的话 好像震荡的很大 或是个股的时候会 有时候会跌过头 不过越是在这种有恐慌性卖压的时候 嗯 反而应该回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产业的趋势 或者说 嗯 整体的个股的一些展望 因为毕竟疫情对今年的影响 我想应该是第一季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二月份 那三月份可能还有一些 但是产业的东西会是比较长期的发展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大陆它可以走很强 那一方面当然它有一些 就是撒钱等等之类的动作 不过大陆可以做的措施也多 那么这事情渐渐平淡之后 我想会用的一些正习方案也多 那所以的话 大陆当然做的时候 有一些 以前是基础建设 那现在的话基础建设 当然应该不会是后面的重点 那科技上的基础建设 那这个应该是后面的重点 所以的话呢 其实像5G的趋势 这些东西也没有改变 那只是说在二月份的话 当然就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但是后面的话陆陆续续 其实也还是会回来 其实到二月底的时候 有一些5G相关的公司 确认到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掉什么订单 所以这个股价 我想可能有些是反应过头了 那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个遇到这种 特别的事件 然后恐慌性的杀盘 而且又已经连杀两次之后 那我们其实就应该来看看 什么股票其实是 比较具有投资的价值 所以5G还是一个方向 对就是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不一定要明天就买 但是你可以用分批的方式 做一个比较中长线的布局 好等于三月初 就是一个布局的时间点 对不对 三月十号之前 所有上市会公司的营收要公布 那营收一定不好 大家都知道 二月营收怎么可能会好 那二月营收不好 可能还会有低点 那有低点其实呢 就是利空出境布局的时间点 那至于说布局什么呢 刚刚老师有讲到5G相关的产业 他现在目前看起来会是下一波 中国大陆整个内需 他要做这个基础建设 要做内需 他不会再走过去的所谓铁工机了 要走这个5G的一个模式 好那刚刚您也提到说 您了解这个某些公司 他们其实并没有掉什么 可以就您所了解的状况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就是说现在您了解的 整个状况是如何呢 对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说 其实5G的建设 它后面还是一样继续在做 然后的话目前的话像之前 大家有讲到说像是联帽 联帽的话之前的话也是说 好像比较之前大家担心有些下来 现在听到的是其实5G这一块 事实上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基本上还是会继续往上 那甚至于有些像什么 光通讯那一块 其实在最后这一两天的话 礼拜四礼拜五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这个确认回来说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也没有掉什么单 所以的话呢 当然他们股价都有拉回 然后那像是这个族群里面的话 像是联亚联军或者是光环 那么也都有一些回档 那但是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似乎这个东西好像有不太掉营收 所以的话看起来的话就是说 他们好像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这个地道还会加重 所以的话我觉得 因为大陆现在复工的速度 虽然还没有到完全 但是其实现在也是慢慢的 越来在回复之中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的话 5G里面相关的 那当然的话光纤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 如果是要讲到这个PCP相关的话 那联帽这个是比较直接有影响的 那甚至于你看那一天 泰数有一天突然涨停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也是它这个地方其实 似乎是没有什么掉单 所以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正面一点点来看 就是说你看像这些东西在走的时候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也会跟他们有些相关的 像先进制程这里 像台积电 台积电的话 其实最近外资卖很多 因为最近这几天 那没办法 那美国跌台积电外资就一定卖 但是你看它已经连续卖了好几天了 这样加起来已经10万张 大概从2月18号卖个4万张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几千张几千张 然后2月26号又卖了三万五千张 这样加起来已经到十几万张了 但是台积电的股价的话 从那一天2月这个 它第一天大卖4万多张那一天 到现在其实股价有拉回 但是其实回的幅度也没有那么大 就是说那天大概在320出头 那到礼拜五就是316 虽然有下来一点点 可是事实上跟外资那种庞大卖要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它下来的幅度倒不是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像以台积电来讲 我觉得也是 它的先进制程其实也是优势没有变 而且后面5G要做或者是 不管其他的AI也好等等之类的 它其实对先进制程的需求还是非常强 所以的话台积电我觉得外资像这种在大卖的时候 对中长线投资人来讲 下来应该是找买点 那只是说它的买点的话 当然你不可能一次切到最低点 但是的话像现在慢慢的再往半年线那边走 那半年线那边的话 其实在距离现在的话 空间其实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像以台积电来说 它应该拉回来 应该就是可以分批卖 因为它的配股其实也很高 而且现在的话它是一季配一次 3月19号就要配下一次了 对马上就配下一次了 所以你如果用中长线的角度去放来存的话 我觉得趁这个拉回来的时候买 其实应该是蛮OK的 然后再来的话像先进制程这些 有一些股票的话 比方说红素 我们看一下红素好了 红素其实这个礼拜最后一天也拉回 那么之前的话它也没有什么跌 然后到礼拜五的时候 盘有点恐慌有点打下来 那它打下来的话 我觉得也是中长线可以去留意 为什么 因为它的订单也是去年就接好了 去年底接好的话 你说我们说到肺炎影响 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影响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赶在二月出货 所以那个订单本来就是 今年一季一季一季就白框子在出的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今年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 而且它的重点是在第三季 所以的话事实上都没有影响 但是它股价拉回了 那话又说回来的话 以今年的获利来说的话 还是上下20块的获利 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变的话 如果打下来到 像礼拜五这个位置 我觉得下来就可以找买点了 因为现在到250 250的话等于你P又回到12倍 然后它的配股其实也蛮高的 毛利率其实也蛮高的 因为它的毛利率是四十几巴的毛利率 所以有些股票就是说 之前它之前在创新高的时候 那时候当然你不用追嘛 那前面那段时间它也没跌 那现在倒是礼拜五跌下来了 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靠近12倍本一笔 这边就应该是要找买点 所以有些股票就是说 你当然看盘面的气氛 看起来很恐慌 可是如果你退回来想的话 你去想它的评价 和它的中长期的展望 而且有些股票其实下来是好事 因为下来的话 如果在之前的那个位置的话 你很难介入嘛 但是拉回来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中长期胜算就很大 所以的话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像刚刚讲到五级也是嘛 那五级里面的话像普瑞 那普瑞的话 我觉得它现在拉回来 其实这里就已经快到颈线了 那么这也是上次第一波冲上去的股票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第一个往上面去创新高的股票 那普瑞的话 它好第一次也不会掉啊 就是说如果要讲疫情的话 其实疫情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第一季 其实它第一季营收也不会下来 然后毛利率还可能往上走 然后第二季开始的话 就是新的东西要开始出来 因为今年的话呢 就是新的这个东西 就是伺服器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升级 今年就两大阵营就都会做 所以我觉得其实产业的趋势 它不太会改变啊 那普瑞其实本来第一季 就不是最爆发的时候 那第一季受到疫情影响 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 那到第二季开始的话 就准备下半年 因为它现在新的东西 也开始小样出货 那到下半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Intel这东西 就会开始放亮 因为现在它东西都已经 都已经ready好了 基本上Intel的跟MD的 应该两个平台 这两个平台都会出货 然后那它的这东西 因为现在是支援四条 跟十六条的双向传输嘛 所以的话 现在的话 因为PCIE这个第四代里面 它的定义就是高达 是十六条的 十六条的这个资料传输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股票的话 应该拉回来 也失去找布局的时候 只是说我们要先强调一点 就是说 其实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 盘面遇到比较特别这种情况 它有时候 就是说 有时候会有发生这种特殊的事件 那这种时候就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 恐慌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去 把后面的好的股票 先准备好 那准备好的话 倒不是说你要一定 马上就把它一次压满 那但是你可以在它的 就是它的价值 以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有那个价值的时候 价值在浮现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要分批去找买点 那只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我们其实知道像这种事情 现在是看起来很恐慌 但是其实到最后它还是会过去 对不对 那但是每一次在这种时候的话 很多人不容易赚钱 考验人性 对对对 股票就是考验人性 对一个是说 除了考验人性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的操作持股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才强调说 你这个时候去接的时候 你应该是理论上 你是要分批接 就是说 你不要一次就把自己压满 然后你的持股要放在 你觉得OK的部位 如果 其实最后会赢的人都是 他的持股放在他OK的部位 如果说我的持股放在 我觉得舒服的水位 然后我把标的都选好 然后我先把基本的食物先买好 然后等到这个盘面的 这个就是它的冲击 慢慢的比较小一点 或者是盘面的气氛 再好一点的时候 我再慢慢往上加 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来说 应该是现在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 其实最后还是会过去 那好的股票 跟它的趋势 往上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找买点 然后大家 把这个持股的水位 把它控制住 那我觉得其实 最后会赢的人 几乎都是这样的人 对 好 所以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还是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沟通一个观念 在这些目前盘式 真的很波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持股比例 这个跟你现金所持有的比例 一定要适中 那所以我们有蛮多 这个我们请教的专家 这个老师都跟我们讲说 大概差不多五成左右 你的一个持股比例 大概在这个水位上面 那当然个人是不是舒服 那是个人自己要去评断 对 一般五成 五成就是一个比较适中 大概就是你知道还有五成现金 也就是说当这些好股票 基本面的这个有的股票 比如刚提到一些个股 或者说一些产业趋势方向5G的 中国大陆的5G建制 不可能会说 因为这个疫情 未来就不做 所以我们很理智的 去思考这件事情 它一定是延后 延后的话 那后面二季三季 乃至于第四季 整个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你有五成的现金在手上 然后你看到一些好的公司 好的股票 它的股价开始出现 比较明显的拉回的时候 回到一些好的点位上面 第一个你不要急得 把你的钱全部一股脑的投进去 认为说我今年不买到它 我就没买到低点 事实上不需要这样去猜测 这个低点的位置 你就分批进 慢慢买 然后买到相当的一个部位的时候 再看一下 那等到未来整个情势明朗的时候 率先出头的一定是这些 未来有基本面 这种族群方向很明显的个股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在操盘才会是一个赢家的策略 所以第一个就是资金控管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 你能不能选对的族群跟对的股票 那么刚刚讲股票考验人性 为什么会考验人性 就是因为你的人性是脆弱的 你人性 可能你就贪又怕 然后你又不知道这个进出的节奏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 比较有经验的人 他在股市磨练久人 他就知道这个道理 那郎老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除了5G以外 您还有看什么样的另外的方向 就您刚谈到这个 5G是一个非常明确 2G 3G会持续下去的一个明确的趋势跟方向 除此之外 有没有其他我们还可以再注意的呢 其实我就觉得第二季蛮有机会的 当然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的话是个别的股票 但是个别股票的话就是说 有些股票是有大的转机 那这种有大转机股票通常都有故事 只是说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不会非常明朗 你可能只是看到一些征兆 那你看到征兆的时候当然 那么知道故事的人他就可以后续诊断 或者是他可以找到中间的加码点 然后可以赚诊断的获利 因为我觉得股票其实反映就是 他的后面的获利 还有这家公司整体的体质 跟他后面的展望 那所以他有大转机的时候 那么他股价的爆发自然就比较大 但这种股票的话我觉得有个特点 就是说在操作上的话 是要有点技巧 比方说我们举例来说的话 像是6169的育权 那育权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是20几块的时候就跟大家说 那那个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到说 那当然他辛苦都用40几块去买的 那买的话他后面就是有东西 这是跟后面维数集团的整体的运作有关 那时候讲说其实这种股票的话 大家其实你只要先买好 那买好之后其实也就是做一个波段 那这里面的话 这种股票的话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你买好的时候 你买的时候你可以用两个方式买 第一个你就先买你的基本部位 那你买这个基本部位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一次买很多 很可能在中间震荡的时候 你会按耐不住 然后到最后的话呢 等它整理完要上去的时候 你会进退两岸 所以像这种股票的话 我觉得尤其是比较有资金的人 应该是拨一个部位出来 特别做这种 那你拨出来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用一部分资金先买 那买了以后的话呢 那再来这就是你的基本部位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如果说你二十几块先买好 那二十几块买好之后还上去 那上去的时候它要涨到三十出头 那涨到三十出头之后它震荡一段时间 那震荡之后的时间你要注意是两个点 一个的话呢就是它中间的筹码 所以它中间的筹码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在观察的话 它的筹码其实在那里都有特定在承接 在盘中打下来就几乎有人接 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时间 那个时间的话呢 因为它是二月底临时股同会 所以它最可能发动的点就是二月份 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掌握到的话 你前面先买基本职股 第二你不是压到很重 你不是全部羞恨在里面 你就不会被因为耐不住被洗掉 对不对 然后再来到它时间点到的时候 你就会加码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前后两个 你会整段转上来 那整段转上来之后 到最后它冲到哪里 它冲到五十二块七毛钱 二字头到五字头这样是涨一倍 对那涨一倍的话 其实中间你不用很多动作 但是呢 其实它可以让你有很高很高的回报 所以我觉得这种股票 它的操作是有一个固定的技巧 那这种技巧的话 但是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投资方法 就是说其实投资就是说 我们说投资其实就像是 好像创投的感觉 你在投一个东西 你要的是它后面的成长性 跟它带来股价的回应 对不对 那它变化有大成长性的时候 你如果可以掌握中间细节 我觉得就蛮好的 那你看像三五七的价位也是 对不对 它前面减资钱一定会跌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你要重压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减资回来的时候 你要找买点 对不对 那减资回来的时候 你找到买点的时候 那个买点 它基本上就会在上次拉 上次的高点附近 对 所以它有一个大缺口 那那个买点附近 你找到它的买点之后 它上去了之后 它创新高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之后 然后整理整理之后 十字线靠近它就再上去 所以像这样的话 它其实你看它也是一样 这个你就算是过完年 就是减资后回来的话 那个时候也不过就四字头 对不对 那拉回四字头的时候 到现在其实六字头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的话 那故事我们讲过 它其实就是完全就是借客 就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股票 我觉得第二季其实有蛮好的机会 因为像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股票 我觉得有两档是有很大的机会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对 那我们应该是第二季发动 然后那两个的话也是 一个我觉得是应该五成的空间 OK 然后时间应该就是在第二季 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五六月 现在迟到的 也是会在那个时候 也会走一大段 好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一起研究这个股票好的 然后一起来把握 这个对大家投资应该是最有利的 好 非常谢谢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的阮慧智分音师 在假日时间帮我们做盘式的分析 谢谢阮老师 谢谢